今年放到102年 都是在倉截森的後面 那目前我們是把它安排在農曆的八月初三 農曆八月初三這個日子的選擇 其實我們也是根據聖基亭的五本簿子 五本那個管理的帳簿 它裡面的日子來選擇 那這個八月初三 又不是碰到星期假日 所以我們會在農曆八月初三的之後的第一個假日 那我們以後呢 可能每一年都會在這個時間來辦 那我們首先開始是請這個倉截先降審 請他安坐之後 然後我們用羅古隊去農天 農園宮去請文昌帝君一起來陪事 那文昌帝君就位之後 我們就開始做三線禮 傳統的客家三線禮 來 這個等於說是請文昌帝君跟那個倉截先生呢 兩個人共同來接受我們的做要做 然後請請宋聖基 宋聖基 宋聖基的這樣的一個典禮 我們行完三線禮之後 去這個爐體裡面去將這個灰呢把它請出來 然後用隆重的儀式呢把它送到這個 我們講一板橋二板橋這邊 讓它靠這個流動的乾淨的水呢把它帶到大海邊去 那行完之後我們再回來了 那我們今天呢是因為這樣其實我們是一個很隆重的一個典禮 那我們也希望說吸引更多的人來親近一些文字 所以我們也配套有一些漢字的遊戲 那既然它是一個很講究禮儀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也把頭壺裡簡化成一個頭壺的活動 增加了一些它的趣味性 除了頭壺還有踏杯還有文字遊戲 那這些都是我們一些附屬的增加的一些活動 那我們當初這個聖基庭呢 它是有文光社、達雲社還有重文社 那一共有三個師社 那這三個師社呢 我們有文光社的當初有五個管理人 那五個管理人呢 這個古先生 古雲天古先生呢 是他的長兄 古雲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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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們在昭和十年從立的一個父子裡面的五家裡面 一個是我的這個伯公 一個是古先生的堂兄 那另外還有三家人 還有一共有五個人管理這個父子 目前還保管得非常好的 在這個古先生家裡面還有一本 這個就是古雲天古先生 非常感謝古先生今天的幫忙 辛苦了 來 謝謝 鳳雅要來講一件事情 對 謝謝 今天 幫忙 不要...? 謝謝